刚取完餐出来,后边就光当一下子 一大姐从这坑上直接压过去的 我估计她是边打手机边开车没看见 她下车我们俩对视了一眼 我看她那车问题不太大 她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上车骂着街就走了 这网上老有人说 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 不要看她有多少高楼大厦 主要看老百姓幸福不幸福 我看今天这大姐 她应该不很老幸福的 网上吐槽美国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的视频很多 但是我得先告诉您事实 佛罗里达州这些方面来讲 在美国已经做的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现在很多城市都是人口流失的状态 但是奥兰多呢 每年平均新增6万多人 人多了钱就多了 钱多了效率就高了 那位问了 那为什么路面上还有裂缝 为什么满大街都是补丁 哪来的刚才那个大坑啊 确实这大坑啊 边上都包疆了 看这状态没有一年半载 也得有俩月仨月 为什么不休 没钱 没人 没事 没办法 一个一个说 没钱就没预算 老说奥兰多 奥兰多 奥兰多实际上指的是奥兰多地区 这块地方下辖着四个郡 也就是咱们说的县 怎么翻译都行 再往下又分成十几个小城市 其中最著名的是奥兰多 所以把它推出来 当名字用 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地方 财政状况就不太一样了 这十几个小城市里面 绝大部分公共设施方面 做的都相当不错 毕竟奥兰多就是靠这吃饭的 每年得接待七千万游客 那可不是开玩笑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 也确实不得令 这玩意儿保不齐 一只手伸出来 这手指头还不一样长呢 有钱的地方如火如荼 没钱的地方缝缝补补 慢慢的一些地方 有钱人越居越多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好区 这缝缝补补的到后来 人越来越少 有的也就干脆缝补了 这就是刚才说的 没人 就连这相关技术人员 和施工人员 现在也不好找 美国这公路 机场 火车站 大几十岁的不新鲜 这些个基建工程 在当年那个时代 那真是鹤立基群 遥遥领先 可是这大规模基建的时代 它过去了 很多相关从业人员 被迫转行 那年轻人就更不学这个了 你这一毕业就失业 谁还跟你玩啊 学个法律 医药 金融 IT 音乐 体育 这多开心啊 所谓说断层 就是这么来的 蓝领的工资高 跟这些多少也有点关系 这个没事呢 主要说的就是大家也习惯了 一年补个坑 两年砍棵树 三年没安上的指示牌 四年没修好的路 这奥兰多到迈阿密啊 一共是335公里 2015年的时候 说要建一高铁 全都弹好了 马上动工 建了整整八年 终于在2023年的9月22号通车了 就是您现在看着这个 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 二等座的票价是79都 一等座的票价是149 不提供免费的花生瓜子 矿泉水 香烟啤酒 火腿肠 也是因为美国绝大部分老百姓 他没见过快的 慢点慢点怎么了 慢点我们踏实 您那洛杉矶纽纽约怎么样 不也就这样吗 我们至少比那奥特利亚 效率高多了吧 这点人还真没瞎说 有一年我去悉尼玩去 我就看着那个 有一组人在这施工 不是很重要的路口 我就看着有两个人啊 分别在两边 举着亮灯的牌子 让你小心 我心说这举着怪类的 你就把那牌子插那 或者你弄一架子 不就完了吗 我们那导游跟我们说 不行不行不行 他们这一组施工啊 是六个人 三个抽烟的 两个举牌的 一个干活的 我说那就这条路 导游说已经修了两年半了 再有三年就修好了 最后呢就是这没办法 咱先得说 不是所有东西都慢 只要是钱能到位 您就看吧 那商业的东西都快着呢 什么东西慢呀 公共设施 铺个路 修个桥 政府要是想推进点什么 可不容易 咱家其实一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们前几年跟北京住的小区 1990年建的 都是六层小板楼 住的也是老人居多 有那旧房改造政策 想给外婆安一电梯 好家伙 那可费了劲了 不说这大工程 就是换一根上下水的主管道 好事吧 不行 搞不定 能理解哈 在美国 您就得再加一根子 这不光是咱们小老百姓没办法 十瓦星格怎么样 今年四月份 他老人家看着他们家门口 跑开仨礼拜 没人管那大沟 有点急眼了 自己扛包厘清 亲自 框框就是田 路过的邻居都夸他 大哥真棒 然后大哥自己把这事拍成视频 发到网上吐槽 不要抱怨 一起行动起来吧 结果没两天 路正的说话了 这是一混凝土的路 您拿力清补那不对 又过两天 燃气公司的找他 我们这刚跑开 我们还没干活呢 您就给填上了 这师大爷都不禁要问 哎呀 你说有办法吗 哥里子 还有景几个